證實它是有阿士堡加症 還有少許輕度弱智 阿士堡加症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是低於正常人 而且它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接著有個男子聯絡它 一直是哄它和它說是怎樣做什麼 它就是去兩間的財務公司那裡 每間是借了幾萬元 和它說是不用還的 在沒有分析不到的情況下 它都信了它 以為是不用還 這個男子又用一些甜言蜜語去哄它 和它去主題公園那裡玩 我女兒就以為是有人關心它 似乎整天我們的社會 那個概念就是令到這班障礙 或者有讀寫障礙 或者學習障礙 或者壓時堡加症 或者自閉症的這班小朋友 當它讀完書不阻熱 找到份工 就好像當了社會的責任是完了 但是其實我們發現 其實他們繼續在他們的人生路上 其實需要有不同的支援 如果他們缺乏了一些支援 是很容易令到他們 當見到一些騙徒的時候 就會容易代入這些騙案 然後就要發現 但是呢 那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會不會 就要是要等到 我們嘗嘗 我們之後